超级崩溃 我刚刚前面剪视频 我剪了一上午的视频 然后我的视频倒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电脑奇怪怪的 真是 我现在要吃我的 吃我的外卖来 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实在不行就真的 少了一个视频 这是我儿子昨天做了手工 99.99%的完成度 是我老公搞的 然后我儿子就稍微参与了一下下 穿拖鞋真的很舒服 然后我出门了 我想起来我没有涂防晒 我不是说脸就是手臂上了 是我的 我的手其实已经晒得很黑了 只是帽子什么的 可以遮着脸吗 他身上就没办法 算了 我现在走去Mr. Wish 在我们家这边这个火车站这 想说去看一下有没有水果茶 或者超想吃西瓜 我只能我只能期盼我老公今天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能给我一个西瓜惊喜 但是我感觉好像不太可能 买了两杯 一杯是柠檬的 一杯是稀有的 我再派它 哇 这么厉害 终于能把它们又开始重新剪一遍了 但是希望能捣出来 Costco的这个芒果干好好吃 但是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也得克制一下 我刚刚吃了一片 我现在决定再吃一片 本来要去寄包裹了 但是今天可能太早了 那个drop的那个顶还没开 我就进来先买个咖啡和早饭 它就是有一块这个猪丝 然后就是蛋和沙拉 因为它这个蛋其实是没有味道 它就是会有一包盐 跟这个黑胡椒 然后等下就撒上去 嗯 我来帮我朋友剪视频 然后吃我的快乐炸鸡餐 配快乐肥炸水 然后我叫的这个是五股鸡柳 和还有那个 你找啥来着 那个四个piece的那个 四个piece的鸡 但是因为它是外面送过来 它这个薯条就不脆了 就是软的呢 还是很好吃 嗯 好吃 今天掉的需要拿一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Good morning 今天是6月23号 然后礼拜三 我先去 pick up我的那个 Dunkin Dona 这个脑子 现在这个脑子里面 一片空白 就是我的脑子好像 失去了它的功能 可能平常也没什么功能 但是运气的时候 这个脑子可能就 更没有什么功能了 我要去 吃 炸串 还有鸡爪羊肉串和烤冷面 然后我还要去 买煎饼果子 去法拉圣就是要 把想吃都吃了 逮到机会去法拉圣 就要吃吃吃 好香啊 好香啊 二十块钱 拿到了我的这个串 它这个包装好酷 你是在拍视频还是照片 视频 把这两根棍子拿走 它这个炸餐上面有葱 我有一点不高兴 但是因为它味道很重 我就想说应该它能盖住葱味 应该是鸭爪 好吃 然后我想说它没有给纸巾 对它没有纸巾 但是它可能很聪明 带回家吃 牛鱼吃 其实也蛮好吃的 我感觉它这个调味 应该就不差 就是炸什么都好吃的那种 面筋 面筋 面筋以下的好吃 面筋好吃 面筋好吃 我有两种 你两种 面筋好吃 但是 简单的时候它没有过辣度 我也忘记了今天吃 因为我很能吃 我都没有说话 我都没有说话 因为这个辣度我都没有 面筋 面筋 面筋上面的就是香菜 尼尾 当国人士肴 面筋 NS 心里洗头了 年糕 我感觉我可能等一下会再回去 等一下先吃别的吃饱了 对我买完就带回家 给我老公吃我是个好人 这个视频露到了声音 男人以为是我的老公 不是老公 但是他家的公价上很贵 调费就是说年糕和年糕 我喜欢年糕 年糕 年糕可以给周年买 周年应该很好吃 不是什么白箱锅 什么的东西 甜甜甜的 刚才的年糕 这是鸡肉 年糕 年糕 面筋 还有 酥大腸 刚才这个排骨 都吃起口就觉得还蛮酥脆的 可是吃一个骨头的东西好像不太方便 这个排骨 这个排骨 我有吃到一些咬不动的地方 可能因为炸的 但调味是好 我朋友昨天吃了这一扎 他就说腾椒牛肉很好吃 腾椒牛肉很好吃 就长这样的这个是腾椒牛肉 咬不动 你也咬不动 你也咬不动 可能是他穿的太紧了 但是是好吃的 可以可以可以 粉椒牛肉是好吃的 我喜欢 我等一下就要再去买 这又是什么 这个跟这好像是一样的 我才发现我们点的种类 其实还蛮多的 我的小菌干呢 小菌干 他所有东西的调味都是一样的 是肯定的 我才说那句话 好吃的 就是不能加辣 没有调辣度 我不知道它是不能加 还是店员忘了问 这好像不是通吃 是芹菜粒 因为我好像吃进去一个 没有葱吗 好吃吗 好吧 那我完美的避太葱 鸡肉很嫩 鸡肉很嫩 再来一口这个 刚刚说有个花菜 忘了拍 花菜粒 鸡肉这么大的 反正总体就是这家店 我会在国家买东西的 然后我再去的时候 我会问他 可不可以给我加辣 我要吃辣 这家店最高的评价是什么 会回购 哎 这家店我要去回购了 又买完了 但是我会忍住等我老公回家再吃的 我帮我老公把它拆在这里边了 然后我后面又忍不住去买了个菠萝炒饭 我感觉我等一下肯定又要饿 然后我忍不住 刚刚又吃了好几串 我现在不要看他们 看不见他们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不能跟他们共住一室 不然我感觉这些也保不住了 早上 好 今天我们 在那个长道的这个儿童博物馆 到了 对对对 这是 bride 好了 吃 洞 外公 domination 然后他有好多个不一样的区域 大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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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上上来 二楼更大 大宝宝 这好硕 这里有很多 这种 这个好酷 感觉 家长来玩也能玩一天 这个地方 very good 厉害厉害厉害 耶 你自己玩 我们现在在去那个 stadium good 的路上 然后 我老公问我要不要喝那个百分号的 那个咖啡 我以为他是说说的 你是说说的 你不是说说的 他是认真的 他应该是认真的 他要带我去喝咖啡了 我好开心哦 在原本的开心的 那个上面 就更开心了 因为上午的时候 然后我跟我爸妈带着Killian 去了那个 Long Island 的那个 children's museum 那里面也很好玩 然后 刚把他送回家 他睡午觉嘛 然后我们不要去卖鞋嘛 然后我吃了三根 王中王火腿肠 嗯嗯嗯 已经是很开心了 然后他现在 然后我老公现在说要去 可以去喝那个咖啡 我就更开心了 你不要等下给我泼一会儿的冷水哦 嗯 我拍下来了 这是个阵子 这是阵子 嗯 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景点上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不可以打枪 我们马上就要到啦 一分钟 到啦 但是没有车位 我们要去找个车位 ok 嗯 这是Matcha Latte 这个是Spanish Latte 我把它撒了一样 这是Spanish Latte 我来试一口 很强 一点甜 但是是我喜欢的那种奶咖的口感 你喜欢吗 Strong Strong 行了呗 但是我其实今天已经喝过一杯咖啡了 所以我就再喝一口 就都归我老公 然后我还买了一杯 那个 Matcha Latte 就是Green Tea Latte 和一个Lemonade Lemonade Sparkling的Water 那我就都尝一口 我刚刚去买那个咖啡的时候 那个人还夸我的那个 纹身好看 有点开心 刚刚传货了 但是还好撒的是那个Sparkling的 不是咖啡 这个抹茶味很浓郁 我在Target里面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我先去吃饭 我想吃牛排 麻辣汤 还要喝 像今天想喝个柠檬什么的东西 我没有吃过锅盔 我想买一个锅盔吃这个 买那杯这个 柠檬芦桂的羊耳朵 买那杯这个 少糖 然后买了牛排 葱油拌面 和一个麻辣汤 还有我的锅盔 我们28号 我的开洋葱油拌面 好了 他们家还有吃小笼包什么 但是我没有吃过 我 我只吃我们家店的小笼包 太洋葱油拌面 但是因为 太洋葱油拌面在哪里 它这里没有 这里 这个 6块钱 发现他们这餐具有点高级 而且我发现这一家 也有锅盔 还便宜 刚刚我买这个锅盔 6块钱 但是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 它写四川Style牌 所以是四川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吃过 等一下可以拿 它还帮你拌了一下呢 它有个啥 麻辣汤 它这个面油亮油亮的 虽然我不吃葱 但是葱油拌面我还是要吃的 好吃 它可以再加一点点醋 就可以味道更鲜了 嗯 它们葱已经炸成这样 没有葱味道了一点 因为它的味道都在这个面里面 它是我的锅盔 猪 是猪肉的 但是我真的第一次吃锅盔 我没有吃过锅盔 我也不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好吃就行吧 好吃就行吧 嗯 嗯 嗯 看它好烫啊 它就掉下去 它真的很大一朵 比我的脸还大 我买的是猪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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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帮我夹出来吗 你帮我夹出来吗 哎 嗯 它这个边边是脆脆 但是里面 是软的 就中间那一块是软的 嗯 赶紧咬一口 赶紧咬一口 赶紧 我赶紧吹一吹 你觉得好吃吗 它有点辣辣的 它没有葱啊 我老公说这是葱油饼 哈哈哈哈 那是 那是一个没有葱 但是有猪肉的葱油饼 嗯 但是这样一个 你吃下去也 也能饱哎 但是它要六块钱 那一家什么 甲乙四只要 四块五 还是牛排 吃了吃了吃了 吃了吃了 嗯 我把锅快吃完了 加皮毛骨而已 然后 有一个牛排 我也放在这儿了 我老公帮我把它切成小块了 太早了 那牛排的这个茶就是那个 绿茶的好喝 很好喝 这个人在做市场调查 嗯 嗯 因为我们店的这个价钱 跟他们的这个比 就是它在比较一下 其实涨到两块钱 是这一家 好呀 这个小面 就是 但是我 我忘了跟他说 我说了吗 我不记得 酸粉 酸辣粉 然后这个是卤煮 臭豆腐和一个海蛇头 是那个头 因为头比较脆一点 我没有吃过卤煮 你吃过吧 你也没吃过吧 我们俩 我们俩 都没吃过卤煮 哈哈 然后酸辣粉 希望我这个酸辣粉还能好吃 好乱 它这个酸辣粉是凉拌的 但是感觉凉拌的 凉拌的比那个有汤的好 因为有汤的就会胀掉 凉拌的它就不是没胀掉 就是粉还是粉 像黄的 我老公真的是 就是重庆小面里面的蛋 辣辣辣 有肠 有豆腐 还有一些就是 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这应该是像年糕一样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让我夹起来尝尝 这是饼 真的是醉了 这是饼 哦 法拉圣周末这个车真的是 比城里还要繁忙 我们要从这个停车场要转站到另外一个停车场自的煤红车位 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周末法拉圣这个车呀啥的 我真的是 搞得我紧张死 搞得我紧张死 然后头一紧张头就开始疼 一奥子甜点法 这里搞下去 所以你们后来停车停到哪里去了 Skyview 好可怕我们就直接是Skyview 哦对大家 法拉圣最近大停车场 它了 他们说它了 真的它了 可能酒庄隔壁底下 那个还蛮便宜的 每一次点他们家 不管是外卖还是唐智一定都会点 这个是紫薯的 孕夫在拍我也在拍 那我茶的 我茶的我最爱 好吃啊 真的一定要点到茶的 我们两个声音过不过都混在一起 就是好吃 不要问 问就是好吃 对就是好吃 紫薯的 这个是绿茶的 拿的多的 然后紫薯的 里面的酱汁都流出来了 已经吃了 这个正 我们吃甘露加了芋圆 不是 它是芋方 它是方形的 我这个都没有按 我按了呀 I did 没有 我按了 所以我刚刚白吃了是吧 我再吃一口 这个芋圆 这个芋圆真的很好吃 我要加速点一口 这个芋圆两个小 把最后一个芋圆也干掉 干掉 酒下来了 草莓饼 草莓饼 是真草莓 我都吃了草莓的那个籽 好吃吗 就是很美 就是很美 哈哈哈哈 是茶的 嗯 它也太抹茶了吧 它也太抹茶了吧 嗯 但是 我老公好像不太喜欢抹茶味道 他就觉得抹茶有什么那种腥味 对吧 有 你上次吃 这个是里面 吐司里面有冰淇淋水果的那个 吃完 要回家了 因为今天吃的是甜品 所以我就 失去了 拌奶茶的机会 有一点点sad 但是 还是吃到了好吃的甜品 然后 我老公居然喜欢最后一个那个吐司上面有冰淇淋的那个东西 我以为他会喜欢那个 紫薯的那个泡芙 因为不是特别甜吗 然后 他居然喜欢那个厚的吐司 我好像都行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 羊枝干露 上面 就是加的那个芋圆嘛 就是羊枝干露也好吃 那个芋圆也好吃 不 它是芋方 因为它是方形的 but anyway 它就是个芋圆 就是好吃 烫了 有一点肉了 也刷下巴了 就是吃吃吃的这个后果 因为前两个月 前 等于前四个月我都 没有好好吃 对 一直吐 然后突然就有一天 突然有一天 小辣他变了 我就我就开始吃了 但是吐吧 其实也会吐 就是有一阵一阵 那种难受的那种 反胃还是会有的 但是总体来说 比之前的那个状况 好太多了 然后 现在唯一的这个问题 就是运气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睡不好 一直都睡不好 就老二我也不知道 老二就是 就有点特别的活泼 他 他 我能很早就feel到 他的那个胎动吗 之前 怀老大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那是胎动 所以就 没有太 去关注吧 但是这一次 他哇 他胎动的好早 我很 有个bomper 很早就感受到 他在里面动 而且他现在他动 有时候我就会觉得 很痒 然后 就睡不着 然后有时候他把我给动心了 我就又睡不着了 哎太难了